表演者腳踩四寸約十公分高的目擊 身穿袖著白色蕾絲的傳統服飾 在比利時的班時嘉年華亮相 班時嘉年華擁有八百年歷史 被譽為歐洲四大知名狂歡節 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認定為世界非物質遺產 熱鬧的嘉年華之前因為疫情停辦 如今睽違三年登場 活動的重頭戲就是被稱為吉爾斯的表演者 踏著目擊 頭戴一公尺長的鴕鳥羽毛帽子 或是戴著蠟製面具 穿著塞滿稻草的傳統服飾 在充滿中世紀風情的街道跳舞遊行 沿途還會發給遊客象徵好運的橘子 主辦單位表示 至今年的嘉年華湧入五萬五千名遊客 甚至比疫情爆發前還要多 同樣熱鬧滾滾的 還有美國紐澳梁嘉年華 活動集結超過七十輛巨型花車參與大遊行 花車上的人還會拋出幸運物給路旁的人 盛大的活動吸引一百萬名遊客涌入紐澳梁 主辦單位還貼心設立回收站讓民眾可以回收拿到的假手勢 就是希望歷史悠久的嘉年華更永續環保 華視新聞楊文靜梁順文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節目 純粹 你